細胞分裂有個名詞 叫做有絲分裂 有絲分裂指的就是細胞分裂 因為它在電子檢測器下看的時候 它在分裂的過程當中是有一條絲 牽起來 那個絲叫做仿錘絲 它可以利用這個絲把燃熱體給拉開 所以通常會看到有絲狀物很像蜘蛛網一樣 這時候我們才稱細胞分裂是有絲分裂 這個比較明顯 仿錘絲就會把燃熱體互相拉開 拉完之後就變成兩個細胞 它的過程全部都是在體細胞 用在體細胞的增生 如果今天好時間跌倒了磨破皮了 這時候它會做什麼東西 做細胞分裂 不要說它是做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之後就變成精子跟卵子 怎麼可能浩斯跌倒之後快受傷之後 裡面一大堆精子 這樣多恐怖多噁心 所以它一定是細胞分裂 它只是幹嘛 體細胞之後我的皮膚細胞 細胞分裂分裂出很多皮膚細胞之後 慢慢幹嘛把它補起來 希望把它愈合 所以我的細胞分裂主要是體細胞來產生的 就是細胞正在做很努力在做的 然後現在浩斯在這邊講話 是讓腦細胞不知道死掉幾個 不知道死掉幾萬隻 但是不用怕 浩斯不用害怕 因為我的細胞分裂 我給它養分之後 我給它能量之後 我腦細胞拼命細胞分裂 這時候我就可以一直增生 腦細胞也是體細胞一種 所以它可以一直補充我的不足 也不會因為腦細胞死掉之後 就開始變成阿呆了 不會我們總是太舊喚醒 跟紅血球也是一模一樣 結果 結果是生成兩個完全相同的 因為我就是 分裂出一個跟它一模一樣的來代替 一期也沒有代替 兩個共同作用 1分2 2分4 越來越多之後 達到真身的目的 所以燃特級數目 基本上 既然完全一樣 燃特級數目 當然也不會變 所以它的套數 還是成對 一開始就成對 之後不變 所以當然還是成對 成對就是雙套 也就是2N 看一下圖 今天拿這個 兩對 也就是四條 來解釋 你看 兩條 兩條都是大的 然後兩條是小的 所以 這兩條 兩兩成對 可以吧 我可以說它是四條 我也可以說它是兩對 那這時候 第一步幹嘛呢 我既然要分裂成兩個 我總要先Copy一次 Copy一次才會給 譬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要是有個聚寶盆的話 我一個東西只有一個的時候很珍貴 那這時候我Copy一套之後 我就分你一套 那時候我再Copy一套之後再分你一套 這種很像 浩斯本來想去 那個盜版的故事 但是算了 不要好 這些不鼓勵你們 所以不要亂Copy 這只有版權 但是我們細胞裡面就自己Copy Copy一套之後 一套分給別人 一套自己留著 我Copy兩份 我就可以對半分 去跟一個蛋糕 如果今天爸爸媽媽買一個蛋糕 要打架啦 如果買兩個呢 剛好 妹妹一個 我也一個 剛剛好我們互相幹嘛 互相很公平 所以不會有那種 那種搶食物的現象 遇到很多那種搶食物的現象 哥哥 小例子 媽媽送甜甜圈來 哥哥心腸不好 跟弟弟講說 弟弟媽媽送點心來囉 這樣子好不好 哥哥把外面吃掉 中間好吃的留給你好不好 結果他送的是甜甜圈 外面啃掉一半之後 甜甜圈甚至超小的 弟弟很天真 都以為說 中間留給我中間都是好吃的 有餡的部分 弟弟說好 結果吃的是甜甜圈 你看弟弟沒有吃到東西 所以這個實在是太壞了 不過跟本章節 沒什麼關係 意思就是說 就是要幹嘛 要對半切 我希望能夠 我只要有可以分的時候 我就可以分得比較均勻 我只要有Cup一份之後 所以第一步還是強調 一定都是要複製 不管細胞分裂還是減速分裂 都是要複製一套 複製一份之後 才開始分裂 這時候他會排在中央 排在中央 事實上他是還有一些絲 會牽著 牽著中間這個中心點 這中心點事實上叫 著絲點 然後那個絲就會拉到中心點 然後準備幹嘛 這邊有絲 有絲 之後慢慢把他拉開 扯開 一扯開 扯開的構成就像他一樣 為什麼會畫成這個樣子 因為你在扯開過程 幻想一下 從中間把他扯開的時候 有人把你的腰綁住 這時候有人在拉你 拉你之後 當然很像蝴蝶一樣 很自然就被拉走 這時候我的頭跟我的 腳都會往後擺 不覺得這很像這個圖形嗎 所以證明這邊有東西這樣拉開 然後就把他上下拉開了 那既然上下一拉開之後 拉完之後 細胞順便 分裂之後 分裂完之後 剛剛好一拉完之後 原本是兩大兩小 最後拉完之後 還是什麼 兩大兩小 這個細胞 分裂就結束了 所以主要 有絲 所謂有絲把它拉開 細胞分裂叫有絲分裂 因為他原本就已經copy出一套了 所以只是把一套 分成了兩份 分了兩個位置放 所以這時候 放好 結果長得跟一開始的時候 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就叫什麼 細胞分裂 所以他有沒有複製 有 永遠都要先複製一份之後才開始分裂 那複製完之後 他只分裂幾次 一次而已 就複製成兩個一模一樣 然後把它 切開 切開之後 結束了 細胞分裂 就沒了 就沒了 所以 細胞分裂 你看主要分裂成兩個 而且各有兩對 原本就兩對了 現在分裂完之後 還是兩對 它還是成對 成對的話 結果還是2n 它還是雙套 2n就是雙套的意思 所以它結果分完之後 還是雙套 所以這個細胞分裂 單純比較簡單 因為 它就是複製一次之後 分裂一次 我複製完一次之後 數量就Double Double之後再砍一半 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這就是細胞分裂 可是如果另外一個是 減速分裂 就不太一樣 不過也只差一點點而已 減速分裂 主要 它是配子在進行的 主要配子 它就可以 產生精子或軟的過程 這個全部都叫什麼 都叫 用減速分裂來進行 然後結果是產生4個細胞 4個細胞 然後這個染色體數目會減半 這是它的結果 它的過程 跟剛好是講的一樣 一開始我要分裂的時候 永遠都要先幹嘛 先複製 所以一開始也是什麼 也是兩大兩小 都一樣 一開始跟剛才的細胞分裂是一樣 剛剛細胞分裂 兩大兩小 現在結束分裂 還是什麼 兩大兩小 那這時候 我一樣先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之後 這個複製一份 它複製的時候是尖連在一起的 因為我剛好複製你們就在我旁邊 所以先把它黏在一起 所以一開始還沒分開 不過已經先複製完了 已經複製完了 所以仔細看 這邊原本是四條 那這裡看其實 其實每一坨裡面事實上有兩條 2 4 6 8 所以總共已經變8條 我已經複製好 複製好另外一半 複製好之後 它多了這個步驟 非常重要 這叫做同源染色體 分離 什麼叫同源染色體分離 這個 小的跟小的會幹嘛 先這樣子 面對面 然後 大的跟大的 面對面 幹嘛面對面 他們是一對的 他們是一對的 他們至少兩個都叫小 這兩個都叫大 他們是面對面 但是面對面會幹嘛 他們準備要分開了 很像18相送的樣子 準備把它拉開 所以 它會先多了這個步驟 叫做同源染色體分離 所以直接把它裂開了 裂開之後 他們就單獨了 你看原本大的 它另外一半在哪裡 在另外一個細胞裡面 那這個小的呢 它另外一半也在 另外一個細胞裡面 這時候 原本一對的 就會被拉開 已經分開了 已經分開了 所以它已經 變成很孤單了 很孤單還沒分裂完 你畢竟幹嘛 你畢竟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黏在一起 你這個畢竟長得跟原本不太一樣 你這個複製的還沒有分 還沒有分離 這時候 再一次 再一次之後 再把它拉開 再把它拉開之後 這個圖就跟剛才的 比較接近了 跟剛才我們細胞分裂比較接近 所以 跟它比較接近 可是它這邊是四個 四個 這裡 這張圖只有兩個 原因就是它前面多分裂了一次 同源染色體多分裂了一次 所以導致於什麼 導致於這邊原本應該要四個 現在只剩 只剩兩個 所以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的分離叫做 同源染色體分離 我減速分裂跟細胞分裂 最大的差異就差在 減速分裂 多了 同源染色體分離 那後面這個步驟 叫做 複製出來的染色體要分開 因為有沒有這個 兩兩叫複製 複製出來的 複製出來之後我要拉開的時候 這叫複製染色體分離 細胞分裂也會有這個步驟 也是會有複製出來的染色體分開了 它也有 只是它就是多了 同染色體分離 那分完之後 再把它拉開之後很自然就變四個 這就是剛才講的 四個細胞 然後每個細胞裡面 只有什麼 只有 各個都只有一對當中一條 所以原本是 兩大兩小 現在變成 一大一小 每個細胞都一大一小 每個細胞都一大一小 然後變四個 變四個 所以這就是 減數分裂最主要的差異 最後 都只有一大一小 所以不成對 然後這就是配子 我配子就是要不成對 因為我另外一對在哪裡 在另外一半身上 在另外一半身上 所以數目就只有母細胞 也就是一開始這個細胞的 一半而已 原本的四條 就會變成兩條 然後原本的兩對 分開之後 變成兩條 而且不成對 這就是減數分裂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流程 所以 減數分裂 分裂幾次 兩次 它多了一個同樣染色體分離 然後這個是 複製出來的染色體 也要分開 這個其實細胞分裂也有 所以它比 細胞分裂差異就差在多了同樣染色體分離 所以多分離了一次 所以導致它數量會減半 所以好好是幫各位做個綜合的比較 就是細胞分裂跟解數分裂 主要差在哪裡 除了差在它 作用的位置 細胞分裂主要作用在我的體細胞上 也就是 精子跟軟子以外 所有細胞都叫體細胞 也是屬於組織細胞 全部都是靠 細胞分裂 然後我的減數分裂 其實只有膏王跟軟巢 因為這兩個地方是我們做出精子跟軟子 主要的地方 所以 位置有差異 產物也有差異 細胞分裂它只是雙倍的 雙倍的體細胞 它產出來的東西跟原本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一格 就是原本一分二 就多了另外一格而已 減數分裂 不同 它原本是雙倍 就會變單倍 而且變成幾格 變成四格 變四格 變單倍 基本上內容物也不同 細胞分裂最好 就分的兩個一模一樣 減數分裂 分裂出來 內容物已經不太一樣 但是至少分的比較多個 分的比較多個 好 DNA複製 都要一開始 都需要先複製一次 所以它們都有一回的複製 這是固定的 都要複製一次 不管是細胞分裂還是減數分裂 這邊是相同的 但是 分離 我的細胞分裂 只分離一次 也就是複製好了染色體 分開了 分離就那一次而已 Only one 可是我減數分裂 它分離了兩次 包含了第一次是 同樣染色體分離 第二次是 複製出來的染色體要分離 所以它總共分離了兩次 所以 結果 是不太一樣 導致這邊多了一次 所以導致結果不同 內容物也不同 所以變成之後 染色體原本 就變成原來一半而已 原本四條 減數分裂完 只剩兩條 好 前期的範圍 這個 這個比較不會考 就是它這個時間 時間長短 像我們細菌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它增生的時候 30分鐘大概可以增生一次 然後我們解數分裂 時間有時候 可長可短 那時候長的可能要花一年時間 所以它會比較長 所以我們必須要 愛惜我們這個 解數分裂出來的 金子或卵子 好 同樣染色體 配對有沒有 是沒有 這個也很重要 這就是 大家 一層對染色體 會不會互相搭配 搭配完之後準備要拉開 細胞分裂沒有啊 從頭到尾 一對的還是在一起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配對 它根本不需要 配對之後拉開 因為配對完之後準備要拉開 因為它同樣染色體根本沒分離 所以不需要配對 細胞分裂是不需要配對的 但是解數分裂 它的同樣染色體要分離 所以在分離之前 就要先配對 就兩兩個面對面 準備要離開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就兩個要面對面 準備 拉開了 準備要分離了 所以它必須要有配對的過程 所以 這個 其實上 也就是他們兩個的差異 事實上這跟 多分裂 那一次是有關係 就是解數分裂多了 同樣染色體分離 你看浩斯 今天一直重複在講 解數分裂是多了那一個 同樣染色體分離 所以你只要找到那個 唯一的差異性是讓細胞分裂解數分裂 你就可以 分得非常清楚 它子帶細胞 與氫帶完全一模一樣 原本四條它就是四條如果今天我是46條 我細胞分裂完之後還是46條 那如果解數分裂完就會幹嘛 對半 對半之後而且還會不成對 完全解數分裂完已經不成對了 好 最後出來了 我的細胞 細胞數目 細胞分裂出來就兩個 比較簡單一點就兩個一模一樣的 解數分裂完之後會有四個 雖然數量比較多 但是它的內容物比較少 它會是原本染色體數目的一半 好那畫個圖 細胞分裂 這個圖也是很常出現的 一開始的時候 2n嘛 一開始細胞都是雙套 所以是2n 那2n從2n出發 那一開始我一定要幹嘛呢 複製嘛 再次強調 一開始低步 不管是細胞分裂還是解數分裂 低步都要複製 複製完之後 4n 因為幹嘛呢 同樣的變成四條 原本一樣的只有兩兩成多 是兩條而已 複製完之後 哇 都一樣有四條 所以我們稱 都一樣有四條就是4n 那種筷子很像 原本筷子是一雙兩隻 現在總共四隻 四隻排在一起 都一模一樣的筷子 這時候變4n 這種4n 然後之後 再分裂 分裂就對半切 所以4n就再砍一半 這時候變什麼 變成2n 結束了 沒了 所以2n跟原本的2n 一模一樣 這就是細胞分裂的過程 可減數分裂 一開始的時候 一樣先Copy一份 染色體先複製了 複製完之後 一樣從2n變成4n 那之後 我的銅圓染色體會兩兩排列 會準備要分開 所以銅圓染色體分離之後 先砍了一半 所以從4n降到2n 還沒分裂完 這只是銅圓染色體分離而已 我複製出來的染色體還沒分裂 這時候再分裂一次 之後再砍一半之後 也就是複製染色體再分裂一次 所以總共分裂兩次 砍一半就是分裂一次 所以先砍一半的 從4n掉到2n 銅圓染色體分離了 先砍一次 然後之後 複製染色體分離 再砍第二次 所以再掉下來 掉第二次 所以總共 我們複製了一次 砍了兩次 所以分裂了兩次 所以圖應該是這樣畫 最後合起來就是n 這1可以省略 所以n就是1n的意思 所以 2n變到1n 然後這邊還是2n變2n 這叫細胞分裂 我解除分裂是 2n變到1n 3n變2n Smash 你們 他的幻燒